吴大哥 一下就认出来了 同样伟零 你就在这块上买吧 一进来这都忙活着呢 乌安君今年53岁 黎毅目前在长春图书大厦 做图书管理工作 月收入5000元 有五险一斤 家住长春市住房面积60平米 这多大呀这块 2000多瓶 你在这干多少时间了大哥 干了四年多了 吴大哥在长春图书批发大厦 已经工作五年了 大哥工作的地方 是整个吉利省的图书集散中心 他平常在这里 就做图书管理的工作 来这次我就做 这个大码 就没事我就干这个活 忙着我就在这间码 那里边打了个字 书名 你看看 哪儿啊 你好好扯 我瞅半天没瞅着 胖 你告诉他一下 这有一个突出的一个字体 这个是啥意思啊 你这家书店要书了 就给你推过去了 就打了 要不待会儿 不能书店来传书吧 每个书店有自己的那个载码 对对对对 忙一下 一天都打两万车呢 像这种打码的工作 得做多少时间两万车呢 早上七点 七点三上半 打到五点来之后 吴大哥平常做的工作 就是把出版社送来的书 按照书店名称 分别打上专门的号码区分开 然后进行包装 这个打包机是这种 这有那个塑料条子 对塑料条子 这这样子的 一定要给它 盹好它打齐了 就这样子的 那个包一包 然后在这个侧面写上 对对对 你一瞅 就是哪号打的 哪号打 这是日期吗 这是日期 12月30号 这个是你的代号 就是谁你要打哪个 你再写 这个代号是啥呀 那个我们做机箱 你不得有一个代号 你给你看嘛 你今天我打了一包数 你给你做机箱 你打了包数 那么回事 就是你们每个人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代号 大哥你代号是啥呀 我代价弹上老二 他们就叫我老二老二 来去写个老二就行 写个二写个二 吴大哥跟红娘说 在这块工作虽然每天过手加工的书挺多 但是对于他来说 这工作一点也不累 大哥觉得他能像那些同事一样 干到60岁都没有问题 而且在这块干活 工资待遇也还不错 吴大哥现在的工作有无险意境 每周还有一天的休息时间 今天因为相亲 大哥特意跟经理请了半天假 一会儿就带红娘回家里坐坐 吴大哥说 每个月单位都会发一些小福利 就像这个月发的 就是他手上的这箱水果萝卜 大哥跟红娘说 这些细节让他觉得现在的生活 那是踏实安稳 还是上班好 上班咋好的呀 你什么屁都不用操 你只要先找去的 到晚上回来 就给你看看 到月份也给你打工资了 你是不是给你三千也好 给你两千也好 你是不是你不用操心